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中国表示将通过政策性银行提供特别贷款 以确保烂尾楼项目能交付给买家 这是中国政府支撑在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房地产的最新举措 周五中国住房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表一份声明称 援助将会仅适用于面临交付困难的项目 此据表明监管机构正在加大对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力度 由于资金拮据的开发商难以完成建设 数十万中国的中产阶级仍在等待着他们的期房交付 一些人甚至抵制还贷 持续的房地产低迷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拖累 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 可能最多只有4%或者更低 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振房地产市场 早些时候中国还允许银行和坏账管理机构 放松对部分贷款的限制以缓解资金紧张 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利率也十年来首次下降 分析师表示这种下降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在购房层面 大陆财经媒体报道 多地银行开始暗中进行接力贷 市场普遍预测 此模式是对楼市限购政策的进一步松绑迹象 据报道 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多个楼盘和银行均可办理接力贷 只不过购房者不能直接与银行办理 而是需要通过房屋中介来进行 也就是说银行只向房屋中介开放接力贷的办理渠道 房屋中介也是小心翼翼的才松口承认可以办接力贷 趁监管仍然比较严主要看哪些银行愿意接单 所谓的接力贷就是指以父母购房资格来买房 当父母的贷款年限受限或者偿还贷款能力有限时 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承担还贷责任 在中国房地产陷入危机之前 接力贷其实也可以办 但是一直相对隐晦 而且由于手续麻烦、办理成本高 很多银行都不乐于接受此业务 但是现在房产中介透露 一些楼盘可以与国有大行合作办理接力贷 而之前大多是小型银行、股份制银行才愿意接单 当记者询问银行时 银行口径先是表示做不了接力贷 但是又称这件事情可以让中介 与银行的客户经理来沟通 整体来看 接力贷业务已经成为房产中介 与银行之间达成的非公开协议 实际上许多地区的接力贷模式 并没有得到监管的认可 2016年上海曾经发布 《关于切实落实上海市房地产调控精神 促进房地产有序运行的决议》 严禁通过成年子女、双方父母、前夫、前妻 或者其他第三方参与共同还贷 并且承担还款责任等方式 变向的规避调控政策 今年4月份 广州曾因为传出可以办理接力贷的消息 而被市场热议 后来被银行紧急叫停 在今年8月 北京首次松口 8月4日 北京驻建委发布的一份通知中提到 为了切实解决老年家庭购房中的实际困难 为老年人买房开出优惠条件 其中就包括 允许其子女可以作为共同借款人 申请贷款 这一条相当于明确了接力贷的可行性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为表示 过去 银行贷款需求充足 楼市需求也比较旺盛 银行不乐于办理此类业务 一来是手续复杂 二来 接力贷涉嫌炒房 但是现在 银行贷款需求不振 楼市极度低迷 为了出业绩增加利润 此业务才被重提 现在随着国有银行的加入 接力贷逐渐走向了明面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楼市的绝望处境 只要能卖出房子 各方都愿意来配合 中国楼市走向了冰点 但是气温却走向了高点 随着重庆的森林大火 中国发布了首个国家干旱警报 中国国家气象台在周五 连续第30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并且预测袭击中国的热浪 要到8月26日才会开始减弱 受极端高温影响 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湖泊之一 颇阳湖 现在已经缩小到每年这个时候 正常规模的四分之一 央视周五表示 重庆西南地区多达66条河流已经干涸 今年重庆的降雨量下降了60% 多个地区的土壤严重缺水 重庆市部分地区 周四的最高温度达到45摄氏度 周五重庆的森林大火复燃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 视频显示 熊熊燃烧的山火形成一片火海 多人灭火但火势丝毫不减 由于水资源紧张 中国水利部已经指示 受干旱影响的农业地区制定轮斑表 轮流用水 同时用于水利法典的水库水量 降至正常水平的一半 加上在炎热的气温下对空调的需求激增 四川和邻近的重庆市的工厂都被勒令关闭 四川受干旱的影响异常严重 因为四川省80%的电力来自于水利法典 专家表示 水资源短缺是目前中国经济 断期内的重大问题 根据中国应急部的数据 仅7月份的高温就造成了27.3亿元人民币的 直接经济损失 影响了550万人 另外周五 与北京政治家庭有联系的 加拿大籍亿万富翁肖建华因为金融犯罪 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他的公司明日集团被处以550亿元人民币 约81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为这家中国最大的私营金融机构 画上了戏剧性的句号 肖建华于2017年从香港一家豪华酒店 被强制带走并且从此失踪 法院宣判肖建华犯有非法收受公众存款 非法挪用资金和贿赂等罪名 肖建华个人被罚款650万元 此次宣判结束了对肖建华 3万亿元资产的金融帝国的清理 这是北京近年来加大金融反复的一部分 上海法院在周五的裁决中表示 明天集团和肖建华的犯罪行为 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严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严重侵犯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 应该依法严惩 上海法院表示 明天集团和肖建华通过包商银行 非法使用客户资金和委托资产1486亿元 为了逃避金融监管 肖建华及其公司 以6.8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房地产和现金贵赂了多名国家官员 而这些政府官员的案件将会分开审理 当被问及肖建华 作为加拿大公民的领事探视权时 中国外交部表示 由于北京不承认双重国籍 肖建华无权获得其他国家的领事保护 据报道肖建华同时还持有中美洲岛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外交护照 肖建华在201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上 排名第32位 在他的明日集团垮台之前 他的净资产估计达到60亿美元 法院补充说肖建华自首认罪认罚之后 获得了一些宽大处理 他还配合国家追回了非法所得 和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 中国浙江的小城义乌是全中国电子商务的重要采购中心 甚至是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采购点 但是在一周前 义乌进入疫情封锁以来 数千家供应商停止交货 令贸易流动陷入困境 数据显示 7月份中国每10个包裹中就有一个来自义乌 但是由于疫情的爆发 这数字在8月初就消失 地方当局于8月4号发布通知 要求居民不得离开义乌 一周之后 在义乌全市范围内实施了严格的封锁 几乎停止了所有的送货交通 淘宝上的义乌商家周无表示 他们仍在等待允许恢复发货的通知 一些商家已经将产品转移到附近的京华市 但是可用资源仍然非常有限 商家们抱怨 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 来不及为封锁做好准备 周此深夜义乌市政府发布通知称 准备解除封锁 但是补充说 战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我们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节目